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吃完的白菜别再扔了 你就向往这样做 做法不但简单 而且特别下饭 首先将白菜一切两半 白菜帮别扔 可以做醋油白菜 白菜头自动小块 切好的豆腐 下锅煎一下 煎至两面鸡黄 重出备韵 油不要倒 下入切好的五花肉炒一下 炒至变色 然后下入葱姜蒜爆香 能吃大早来的干辣椒 炒出香味 倒入撕好的白菜条 炒个六七八九下 倒入砂锅中 放入泡好的粉丝 煎好的豆腐 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老头上色 一勺料酒 一勺蚝油 适量盐 倒入开水 盖上盖子炖三分钟 打开撒上小米辣 葱花就可以开去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坐起来吧